那我认识的很多学生 他们都跟我坦诚 作业的确都有用ChartGPT来做 那我就问学生说 你们大概哪些科目用了GDP 几乎都可以啊 如果今天ChartGPT被你拿来使用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险 如果今天误用了ChartGPT 小心你的专题会变成一个笑话 在这个影片里我会介绍三个问题 第一个 资料的即时性 再来是回答的随机性 再来是资料的模糊化 这三个问题会导致你的研究报告成果 会被Challenge 究竟ChartGPT跟我们传统的Google 搜寻引擎有什么样的差别 它是一个语言模型 顾名思义可以跟你对话 而且它会持续的去做一个文字搜索 搜寻引擎基本上 它是由大量的资料汇集而成 呈现的资料基本上是透过演算法 排序后的资料 这些资料大部分都是由人类提供的 不管是网页或者是报告 那它重视的是所谓的相关性 正确性 而且是评价高的 那什么是评价高呢 比方说我到一个网页 那如果这个网站对我有用的 基本上我相对会停留比较久的时间 那至于ChatGPT 它是一个自然语言对达的系统 那强调的是互动性 就像你的助理一样 它可以帮你做任何的研究 甚至还可以跟你互相开玩笑 它的确有可能有些资料 不见得是人类所制造出来的 而是机器自己去生成出来的 人工智慧 其实像你家的扫地机器人 也是一种人工智慧 只是它是比较低阶的 机器做出像人的行为 比方说像思考 讲话 这个都是我们希望机器做出来的 可是 机器的学习方法跟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人也许可以出类旁通 但是机器呢 目前它就只能 透过大量的资料 或者一些模型 参数 函数等等 去让它知道说 可以分别某件事情 但它也许有专一性 比方说它可能学会分辨狗跟猫 但它不见得会分辨橘子跟苹果 人工智慧基本上 它是一个几率性的输出 比方说 它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什么 并不是它就认为是这样 而是在它的模型里面 算出来的几率比较高 所以它认为是这样子 确实GPT的三个问题 资料的及时性 2023年年初这边的时候 大概它的资料 还是在2021年之前 如果今天你问它一个 2023年或者上个礼拜 刚发生的事情 它可能没办法 很正确的回答你 所以如果你的研究里面 是牵涉到一些时间性的 那这部分你就要小心 随机性是什么 前面刚刚讲过的 它无时不刻都在做决定 它的决定的依据是 几率 最大的概率 所以有可能它是一个 会见风转舵的现象 比方说 如果我该跟它聊天的时候 我会问它 某件事情的看法 你的看法是什么 接下来我会跟它讲 不对我认为你错了 去HBT它就会马上改口 说 其实我刚刚不好意思 我讲错了 等等 所以基本上 它的立场是会跳动的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是个性化 就是说 助理会看老板的脸色 你跟他聊天的话 他会根据你聊天的上下文 来推测说 我应该给你怎样的一个 比较好的互动回应 同样的问题 可能不同人去问 也许会问出不一样的答案 再来是资料的模糊化 以前有个节目叫超级比一比 主持人会给第一个人一个题目 比方说 我请你比出铁达你好 那可能第一个人在比的时候 他会用他的想法跟第二个人比 那第一个人在跟第二个人比的时候 第三个第四第五 后面的人都不能看 只有当下两个人可以互相看得到 那第一个人 交完第二个人之后呢 第二个人会用他理解的方法 再比给第三个人看 然后最终呢 主持人会去问最后一个人说 请问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 通常情况下是 如果前面的人比的都很烂 如果这个题目太抽象等等 其实大概答案都会提效皆非 都会错误很多 那这个现象最好像是说 我们在用确HBT的时候 如果今天大量的人使用 那确HBT它是一个需要计算量的东西 所以为了让我它的计算量不要那么大 它有可能会用一些比较便宜形式的方式 然后比方说像转述资料或者压缩资讯等等一些方法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非常容易忽略一些细节 比方说 我今天搭车去宜兰玩 他可能找到网络上有说 搭车去宜兰玩 可是经过层层的转述之后就变成 某某某 搭地铁去宜兰玩 像宜兰可能没有地铁 没有捷运 那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就会造成说 某一些很需要被正确描述的细节 就被忽略掉了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 其实当我问他一个稍微比较冷门的问题的时候 他有可能回答不出来 甚至是给一个错误的答案 那他为什么还是会给我一个答案呢 那就是因为他是一句一句 或者甚至一个词一个词 接着连接出来的 实际上他并不是一次把答案找完 然后输出 他是每翻一句话 他就继续找说 我这句话下一句话 要用什么比较高机率的东西来接下去 把一个问题给回答好 李勇乐老师 一个很有名的YouTuber 他自己用ChatGPT 来对于中国他们的高考的一个各科的题目测试 那他测试出来 你可以看得到最高的是英文 将近可以拿到八成以上的分数 然后最低的是政治 需要大量重复练习或者学习的东西 他的能力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他擅长什么样的领域呢 基本上是情境度低的会比较好 像是解译题数学 解译题物理题等等 那他比较不擅长的类型呢 基本上我认为需要小心的是 如果你的题目研究是偏向考究类的 推敲每一个细节 甚至要大量的查询一些文献 之间去做比对的话 那这样子的东西要比较小心 另外一个就是区域性的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以全世界的资料所建立的 那有可能对于一些比较区域性 或局部性的东西 资料会比较少 所以目前评价比较好的项目 大概就是程式 比方说像Python啊 C语言JavaScript等等 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的好 然后再来是语言的学习 那再来是普遍性的知识搬运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网络上可以查得到 或者是它是一个不太会变动的东西 比方说某某某公司的网址 那再来是深层创作 也就是说有些东西正确性 或者是可靠性没那么重要 当然目前写小说可能还是没有到 像是什么JK罗林那么厉害 但是我认为他 当我们持续给他一些回馈的话 他会知道说我们会比较喜欢怎样的东西 那就有机会有一天 他能够写出很不错的小说 关于专题的建议 我认为独特性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做的人会相对比较少 那换句话说 如果今天你选择是一个大量资料 可以查询得到的话 那很难避免的是 可能一样使用ChatGPT来完成 那么就有可能大家做出来东西都很像 那在未来的话 教授审核的标准只会提高 因为AI把大家的起跑点都同步往上提了 需要基本的素养 也就是说你要针对一个问题 或者是一个一门学问 你能够有基本的框架了解 这样子AI就可以变成你的一个好的工具 接着要会问对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不缺乏一些答案 但是我们缺乏的是 怎么去问到一个值得被开发的事情 我要的世界 一些基本重复性的技能可能不再重要 你需要的是更有的创造力 这个频道主要是讲科技应用专题 以及一些升学上的资讯 如果你喜欢的话 麻烦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